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家叛军受到了牵制 然而 真正让金夏担忧的是严家的偷袭 他从大扫手中获得了调遣寨中兄弟的令牌 将山寨众人和城中自愿参加抵抗战的人聚集在一起 众人在边境处布下陷阱 以防止严家偷袭 然而 纵使金夏布置得再完善 终究是寡不敌众 严家的队伍攻破了一道道防线 直接打到陆都军府底 金夏奋力守城 炮火纷飞 依旧面不改色 将领见城池要沦陷 便集体劝说金夏离开 可是 金夏哪里是胆小之人 他誓死守在城池 不肯离开 众将领齐刷刷地跪在了金夏的面前 拿出手枪 抵住自己的头部 威胁道 少夫人 若您不走 我们便立刻打破自己的头颅 金夏见状 凶道 都给我站起来 可是 众人依旧浑然不动 跪在金夏的面前 带头者劝说道 少夫人 若是没有都君和少帅 我们早已家破人亡 不可能衣食无忧地生活这么多年 眼下 南宁背负受敌 我们必须要保证您的安全 方才对得起陆都君和少帅 我们绝非而戏 若您不走 我们立刻自闭当场 我的话 你们都不听了是吗 陆家没有逃兵 我不会走的 赶紧给我站起来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金夏怒斥道 将领见金夏依旧坚持着 带头者丝毫没有犹豫 打开保险 企图射杀自己 金夏健壮 一根银针飞过 射入他的手臂处 凶道 留着你的命杀敌人 而不是威胁我 带头者依旧坚持着道 少夫人 您能阻止我一人 但是您不能阻止我们一群人 若您不走 我们一同开墙 您觉得能将我们全部救下吗 说吧 只见众人纷纷打开了保险 欲枪决自己 金夏一个亮呛 悲痛地说道 你们这是逼着我成为逃兵 你们可知道 今日一走 我一辈子都无法安宁 带头者继续道 少夫人 您不能这样想 您留着命 将来能救更多的人 您总说要顾全大局 此时 还希望您也能顾全大局 金夏在众人的苦苦相逼之下 只能带着唐梦婉先逃离城池 在众人的掩护下 两人从暗门出发 一路向北 往上海的方向逃离 然而 两人刚刚逃过两条街 严家军便追了过来 唐梦婉气喘吁吁地说道 夏爷 我跑不动了 你不要管我 先走 金夏怎么可能丢下他 他拉着他 安慰着道 不要放弃 马上就要到复杂的街头了 我们熟悉地形 一定能躲避追杀的 不要跑 再跑便开枪了 后面的追兵大喊道 许是上级下达了抓火口的命令 以至于那些子弹 并没有打到金夏和唐梦婉的身上 虚弱的唐梦婉 婉见一颗子弹突然间打向金夏 虽然不是要害 但是若金夏中枪 定也逃脱不了 情急之下 他立刻挡在了金夏的面前 任由那颗子弹贯穿自己的胸膛 金夏见状 立刻抱住了跌倒的孟婉 只见孟婉微微扬起了嘴角 皱着眉 虚弱地说着道 快走 不要管我 金夏愤怒地看着追杀者 拿出枪 对着他们便打了起来 万幸 制服刘家的杨月赶了回来 带着残兵 击杀了追杀者 金夏抱着唐梦婉 跪在地上 只听唐梦婉断断续续地说着道 夏爷 我把命还给你了 真好 我终于能为你做些事情了 你不要哭 不要内疚 我真的很高兴 杨月见唐梦婉受伤 立刻跑了过来 跪在地上 伤心地喊着道 玩 唐梦婉忍着疼痛 挤出一抹笑容来 说道 抱歉 杨月 我想过余生 和你一起走的 只可惜晚了一步 她微微抬起手 想要去抚摸着杨月的脸庞 然而 还未等摸到杨月 手便垂落下来 杨月立刻抓住那只垂落下来的手 哭着喊道 玩 金夏将唐梦婉 交到了杨月的手中 悲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怎么会这样 为何会这样 接下来该怎么办 金夏从未像此刻 这般六神无主过